福茂会文旅服务 体育服务 健康卫生服务等展区 记者看到 数字化已经为行业发展 带来新的驱动力 数字开写未来 在文旅服务专区呢 我们也看到了数字化的一些展示 比如在这个展台上 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 通过数字手段呢 把虚拟场景和真实 融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技术 通过这样的技术 我仿佛就行走在 真的这个森林当中一样 也可以看到这种场景 其实在电视行业 已经有了一定的应用 将来呢也一定是一个发展的趋势 首先它是要替代掉 我们传统的蓝绿箱 这种虚拟制作的方式 让我们的制作人 和我们的摄影摄像 甚至导演 它可以所见即所得 把自己的想法 马上的呈现在镜头前